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爱国主义情绪独立日前暴跌 飞风贝罗摧毁压买家 各位观众们欢迎收看7月3号的话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于心鸾 拜登总统由于辩论不利 近期围绕在他周围的非议不断 今晚他将与多位民主党州长和国会领导人会面 商讨未来的竞选方案 昨天已经由首位民主党议员公开站出来呼吁拜登退选 这位81岁总统面临的压力也在变得越来越大 拜登总统在上周的辩论中表现不佳之后 白宫终于正式回应 拜登的竞选团队坚称这对于81岁的总统来说只是一个糟糕的夜晚 而他没有退选的打算 但一位民主党消息人士透露给CNN说 如果民调骤降资源枯竭采访不顺利 那么拜登想要卷土重来将会变得非常困难 昨天德州的众议员罗伊德·道吉特成为了第一位公开呼吁拜登退出竞选的现任民主党国会议员 为了消除人们对拜登是否还应该继续担任公职的疑虑 拜登计划今晚与多位民主党的国会领导人和州长会面 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 大多数的选民都认为如果拜登不被提名 那么民主党保住白宫的机会反而会更大 但现在想要林郑换帅 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现实层面上都非常困难 政治层面上的风险也十分巨大 因此目前摆在民主党面前的形势不容乐观 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独立日 福斯新闻的最新民调显示 大多数选民对如今国家现状感到不满 爱国主义情绪也在变得越发淡薄 专家认为政治分歧和世代差异是影响这一现状的最大原因 面对逆境 国家的集体力量和牺牲精神 则是重燃爱国主义精神的关键 7月4日的焰火在空中绽放 这是美国庆祝独立日的象征 人们通常也会拿着象征着国家的新条旗 或是与之有关的条文和新兴制品 以彰显美国的骄傲 但自美国独立以来的248年之后 如今许多美国人却并不怎么能感受到爱国的热情 福克斯新闻本周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美国大多数选民对当前国家现状感到不满 伊丽莎白教授表示 人们的感受与我们的政治有很大关系 自豪感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世代交替 那么什么能够重新提升美国的爱国主义呢 伊丽莎白教授认为 面对逆境 国家往往会团结起来 寻找集体的力量 在如今分裂又混乱的政治格局之下 明天的独立日也被视作 重振爱国热情的重要时刻 飓风贝罗今天正在亚迈加肆虐 气象专家称之为危机生命的狂风和风暴潮 迄今为止 这场风暴在加勒比海地区已经造成至少7人死亡 如果风暴的路径不发生变化 那么贝罗就很有可能会在下周处正式登陆德州海岸 这是五级飓风贝罗在加勒比海肆虐时 从卫星镜头中看到的景象 周一他首先在格林纳达登陆 最大的持续风速达到了每小时145英里 这股危机生命的恐怖风暴 现在正在肆虐亚迈加 预报员表示 风暴中心在今天下午到达了该岛的南部 整个东半地区都可能会出现强大的风带和风暴潮 亚迈加总理安德鲁霍尔内斯 在社交媒体上呼吁 高风险地区的所有人必须撤离 无论官方通知与否 如果您住在低落地区 或如果您住在河岛或河岛 我预励您去避免避免 或安全地区 既往受灾严重的岛屿 国家飓风中心预测贝罗将会在周日进入墨西哥东北部 如果风暴的前进路线没有发生变化 那么下周初则有60%到70%的概率会在德州南部正式登陆 尽管通膨正在降温 但今年人们在独立日的野餐活动可能会花费更多现金 一些夏季的流行主食 例如用于烧烤的肉类价格更是大幅上升 专家建议如果想要买到便宜的产品 货比三家可能才是最好的选择 这几天全国上下都在准备独立日的纪念活动 但如果您的假期计划中包括了烧烤 那么今年的费用可能会变得更高 大卫霍尔特是消费者能源联盟的主席 该联盟是一个化石燃料的游说团体 致力于研究能源对于食品成本的影响 某些夏季主食 例如肉类的价格确实在飙升 根据农业局最新的一份报告估计 今年的7月4日 每10个人的烧烤平均成本达到了71.22美元 这比去年高出了5% 比2019年更是高出了30% 再让我们看看一些具体项目的成本 根据劳工统计局最新的数据 5月份一磅瘦牛肉的价格为6.85美元 仅仅在一个月之内就涨了大约4美分 去股牛排在5月份每磅达到了8.25美元 4月份则是8.11美元 去股鸡胸肉每磅价格4.12美元 4月份则为4.06美元 如果想要买到一些便宜的肉类 专家建议货币三家才能找出最优惠的价格 英国大选执政党备受压力 休息过后来看国际新闻 英国的大选投票 明天就将正式开始 而根据选前的最后一次民调显示 首相苏纳克的保守党面临严峻挑战 反对党 工党的势头目前十分强劲 这也代表这执政党在经历了连续14年 无任首相的统治之后 终于要迎来了终结 英国反对党 工党的领导人 凯尔·史塔默势头正进 根据最新也是最后的民调显示 该党将在明天的英国大选中赢得431个席位 比2019年增加了足足229个 目前的执政党 保守党则将赢得102个席位 比上次大选减少了263个 这也代表着在经历了14年和五任首相的统治之后 工党终于把保守党赶下了台 即便首相苏纳克正在努力将反对党领袖 史塔默党在汤宁街10号门外 但如此大的差距面前恐怕结果难以如他的心愿 不过两人今天还是在努力强化各自的关键政策 希望能够争取到一些摇摆的选民 凯尔·史塔默说 他所领导的政府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 并提高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平 近年来由于全球的同胞率飙升 以及数十年来最高的税务负担 英国的家庭财务状况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然而保守党人表示 这是他们无法控制的问题所造成的后果 例如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等等 他们还声称如果工党执政 税收负担会进一步加重 但民众目前来看已经对这套说辞感到了厌烦 不信任感也在持续加深 因此即便苏纳克希望能够继续连任 但明天的结果很可能会呈现一边倒的局面 日本冲绳驻日美军戒连有士兵被揭发卷入性侵 去年至今累计增至五宗 其中三宗未有人被起诉 冲绳县之士玉成丹尼三日赶赴东京 旧事件恶劣影像及政府隐瞒不报的作法 向外务省提出抗议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周二公布三宗驻日本冲绳美军性侵事件 分别发生在去年2月、8月以及今年1月 当中没有人被起诉 林芳正指不便透露其他详情 至于有人被起诉的另外两宗事件 一宗发生在去年12月 驻加首纳基地的25岁美国空军华盛顿在一个公园 诱骗一名未满16岁的少女上车 在带纸家中强暴 少女骑后报警 涉事美军今年3月被起诉 诱拐和性侵罪 另一宗发生在今年5月 一名21岁驻冲绳的海军陆战队成员 试图强奸一名女子 期间弄伤她的双眼 士兵逃跑之后 很快便遭到当地警方拘捕 上月中被起诉 东京周二有过百人到外务省抗议 他们认为当局如果及早知会冲绳县政府 性侵事件可能就不会接连发生 冲绳县之士郁城丹尼 三日就冲绳驻日美军性侵事件的影响 及日本政府隐瞒不报的做法 向外务省等政府部门提出了抗议 驻日美军或其家属干犯刑事罪行时有发生 据冲绳县的统计1972至2023年当地发生大约6200宗 其中包括杀人强奸及强劫 而去年至今的性侵事件 日本及美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开 直到近日冲绳有传媒揭发才得以曝光 巴勒斯坦加萨走廊安全卫生部门 小贤士2日表示 乙军当天袭击加萨走廊多地 造成至少14人死亡 乙军还下令巴勒斯坦人撤离南部 会几个主要地区 引起各方担心乙军或计划 对加萨南部展开长期攻势 乙军轰炸加萨地带南部城市 汉尤尼斯和拉法等地 造成至少8人死亡 另有30多人受伤 乙军袭击加萨地带北部 载通地区郊外的多处房屋 造成至少5人死亡 另有7人受伤 乙军对加萨地带中部的 努塞赖特难民营一处房屋进行了空袭 一名儿童在空袭中丧生 此外乙军继续对加萨城市中心 以东的舒加埃耶社区展开军事行动 联合国进东巴勒斯坦 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二日在社交媒体上说 乙方在汉尤尼斯发布新的撤离通知 将导致约25万民众被迫逃离 而数周前 因乙军对拉法的军事行动 大量流离失所的民众 刚刚抵达汉尤尼斯 尽管汉尤尼斯充斥着大量难民 但是乙军仍然要求当地的民众撤离 周一乙军要求巴勒斯坦人 撤离汉尤尼斯、拉法市以及以色列和埃及接壤的大部分地区 两个月前 以色列也曾下令拉法的民众撤离 随后便对拉法市发动了大规模的地面战 各方担心新的撤离令或表明乙军计划在南部地区发起长期战斗 上周 以色列还在加萨市边上的舒甲亚区下达了类似疏离令 随后便与武装分子展开了长达6天的激战 分析认为 以色列面临与哈马斯陷入长期冲突的风险 因为哈马斯已经表现出了生存能力 并得到了加萨广大民众的支持 已经可能陷入旷日持久的斗争 由于加州接二连三的业货 不由特县的部分地区今天发布了疏散命令和火灾警告 加州消防局将昨天一场急剧扩大的野货命名为汤普森大火 至今已经烧毁了2000多英亩的土地 但其货原因则依旧未知 快速移动的汤普森大火 规模在周二急剧扩大 将峡谷大道上的这栋房屋烧为平地 远处的火势仍在持续 所有不由特县的救援人员和几十个县外的救援人员都在赶来 浓烟滚滚 直冲云霄 预示着将有更多的建筑物被烧毁 如此大规模的火灾 对于一些北奥罗维尔的居民来说还是第一次 安妮·布雷迪住在凯利山脊 是周二晚间接到疏散命令的1.3万人中的一员 房屋结构被染成粉红色 这是消防队员所泼洒的阻燃剂 需要能借此阻止汤普森大火的蔓延 也努力将大火控制在人烟稀少的北面 然而火势仍在迅速蔓延 据加州消防局昨天晚间称 大火已越过羽毛河 冲向凯利岭地区的高速公路 目前有十多架直升机和空中灭火机 在与大火搏斗 直到今天清晨 消防队员还在工作 糟糕的是 火势的控制范围非常有限 而且至今也无法确定起火的原因 一场加州的家暴案官司近期引发热议 家暴男子的审判遭到法庭的推迟 甚至可能被驳回 而地方检察官更是要求撤销此案 据称是因为那名受害者 也就是该男子的妻子 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无法出庭作证 但该女子的家人则非常愤怒 指责家暴男已经将其杀害 泰勒麦凯恩因去年12月20日 至23日的一起家庭暴力案件 被控四项重罪 指控包括家庭暴力 袭击 威胁恐吓和非法监禁 当时她被送进了沙斯塔郡监狱 这份法庭文件由法院公布 详细描述了沙斯塔郡警长 格里·茅尔的报告内容 12月1日星期五 她前往仁慈医院 与一名两眼乌青 脸部淤青的女性取得联系 当被问到是谁干的 她说是我结婚13年的丈夫 泰勒麦凯恩 她描述了三个小时内发生的事情 泰勒打了她的脸 扯她的头发 泼她冷水 最后用胶带 把她的脚踝和手腕绑在一起 并用胶带封住她的嘴 警官问受害者 此时此刻正在想什么 她回答说 她以为自己要死了 她丈夫可能会杀了她 毛儿警官指出 麦凯恩女士 身高只有4尺11寸 体重只有90磅 所以她根本无法抵挡她的丈夫 法官至少要等到中午才能做出决定 看看是否能找到失踪的女子 或是其他更多的证据 如果确实没有其他证据 那这名家暴男 可能真的会被当庭释放 稍待回来要看 前进华尔街 欢迎回到话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 一起关注7月3号美国股市的收盘情况 早盘小幅上扬 纳指创盘中历史新高 美国6月的ADP就业人数 仅增长了15万人低于预期 显示劳动力需求逐步降温 今天美股提前收盘 市场的焦头清淡 收盘时 道匈斯指数下跌了23点 收报39308点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59点 收报18188点 标牌指数则是上涨了28点 收报5537点 经济数据方面 由小非农之称的ADP就业数据显示 美国6月的民间就业人口 仅增长了15万人 不如预期的16万人 也低于5月上休之后的15.7万人 显示美国劳动市场的动能 可能有所减弱 上周美国的房贷利率 重新回升至7%以上 导致购物融资的申请量下降 截止到6月28号为止的当周 30年期的固定房贷利率 升至7.03% 创两个多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MBA的数据也显示 5年期的利率上涨至6.38% 房贷申请量下降了3.3% 是5月底以来的首次下降 显示房市实现更持久复苏的道路 崎岖不平 由于企业活动急剧回落和订单下降 美国6月的服务业萎缩速度为4年以来最快 供应管理协会综合服务业指标下跌了5点 至48.8% 低于50%的融枯线 企业活动指数上个月暴跌了11.6% 创2020年4月以来的最大降幅 来自服务提供商的订单 自2022年底以来首次出现了萎缩 美国劳工部公布 截止到6月29号为止的当周 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23.8万人 按周增长了4000人 市场预期为23.5万人 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的四周平均值为23.85万人 按周增长了2250人 续领失业救济人数为185.8万人 按周增长了2.6万人 市场预期为184万人 更五方面的消息 美国第二大车厂福特公布 第二季美国市场的销量为30.9万辆 按年上涨了1% 主要是受惠于卡车销售增长了5% 福特披露 上一个季的电动车销量为2.4万辆 按年上涨了61% 混能车的销量为5.4万辆 按年上涨了56% 在今天收盘时 福特的股价收爆每股12.8元 以上就是华尔电视记者赵璐 在纽约为您带来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今天7月3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于昕伦 在新闻的最后 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以及愉快的独立日假期 我们周五再见 晚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